那立大選民最大 歡迎你回到 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來 中興兄 老沈 剛剛這個 這個家經有說 民進黨跟你那時候 已經不一樣了 黨工都比你年輕很多 不是只有十幾歲 我覺得這個跟年齡無關 我不是說為老人家辯護 但是民進黨只要那個 主要的方向 只要那個架構 只要比如說 講到和平協議 他就是找任何機會 說我要國對國 那就死路一條了 那碰到老共 就說你要給我嗅不出一點點 台灣是國家的味道 他才同意啊 所以這兩邊都是兩個極端嘛 所以平常你講 我以前也認為 國民黨是滿滿憨的 那他那一套 國際不會接受的 但是國民黨這種裝糊塗 然後一中各表 那希望老共 就當作登一之言 閉之言 當作沒看見 其實講白了 是唯一的我 那老共如果看得開 不希望政黨輪替的話 其實得過且過 稍微放他一碼 如果老共最近看不開 那馬英九就很不容易清理戰場 但是我覺得馬英九清理戰場的 寶貴黃金時間 是在下個禮拜 怎麼清理 我認為第一 他會接受專訪 你啊 或是沈春華啦 一定會接受專訪 第二點呢 他會把這幾天的混亂 重新講到3點 5點 10點 10點 重新整理 講得算 而且我預測 公投不會測訪 他一定會強化公投 我認為就是說 協議前取得授權 公投 協議後的內容再公投 因為我要向老共說話 老共 你怎麼大尾 你這麼大 你是在怕公投 你怕什麼 公投叫什麼 公投就是直接民主 直接民意 而不是間接 你看這個和平協議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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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去協議前公投 要協議的版本拿出來公投 事前授權啊 事前授權一定要的啊 不不不 不 就是說 除了授權以外 那個版本都要先公投 這個版本大家同不同意 然後討論完畢以後 拿回來再公投 這樣才有獨特性啊 否則跟民黨一樣嗎 包含在事前跟事後 事前 事中 事後 不是 我跟你講 民進黨的不一樣在哪裡 民進黨你說和平 和平就是放下武器嘛 這個我甚至認為老共也正常和平 老共不可以怕 不怕嘛 但是三個是很不一樣的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嘛 因為民進黨就早盡機會 要強化 你跟我是國與國 我無理 主席我無理 這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現在在選舉 機會沒有機會比較重要 我跟你講 老共現在如果真的想幫馬英九 如果他真的 不是你們都說他怕嗎 老共現在就罵馬英九 不是什麼陳雲林那樣說 我不知道啊 什麼先就 就出來說馬英九搞什麼 馬英九有票啦 沒有 有 老共罵馬英九 一目明就反彈了 其實我補充一句話 剛剛我們這個審委員所講的 這就是彰顯了民進黨的價值 你看一個在野黨如果不做這樣的主張 那你還說我不了解民進黨 那你剛才為什麼說我不了解你們 這一點你 瞭解的 不是瞭解不了解的問題 是說你正面的肯定了民進黨的價值 他有肯定嗎 對啊 你正面肯定民進黨的價值 有有有有 我來解釋一下這個肯定價值的問題 你是在於 如果沒有一個在野黨把這個空間拉大 其實執政黨他是很難做的 馬英九今天之所以可以提出什麼 各種理論 其實都是民進黨幫他撐大這個戰場 在野黨在民主國家本來就有它的作用 沒有人否認 來 孫雄 你剛剛提到林百里 我一定要回應一下 你說 如果他沒有台大電機系的培養 他沒有今天啦 對 你講太好了 我不是電機系啦 我超愛台大歷史系 如果沒有這個教育 我想我現在路邊是賣炸雞排的 搞不好炸雞排大王也不錯 我不知道啦 難講 也許有變旺旺也不一定 對啊 但是這個大學的台灣的教育 其實在人文層面是很成功的 我不認為說沒有創意 我覺得應該一定要喊駁他這一點 好 回到公投 公投啊 兩黨啊 在玩飆車啦 高速公路啊 你110 120啦 然後飆車不夠 你丟家具 我丟瓦斯桶啦 都假議題啦 如果沒有這個議題啊 事實上基本盤 經過兩次的地方選舉 55比45 藍比綠 但是現在卡在送處因素 就腫瘤不知道是良性 惡性還消失嘛 好 我覺得今年大選 有幾個特色我要舉出來 第一是電視的個台收視率超高 電視的客廳已經取代群眾場合了 第一點 所以未必用行眾場合來算幾萬幾萬不準 第一點 第二點 清兵黨的連署當然我還要觀察啦 但是連署背後的浮流 這要求證 包括因為馬金三年來的去派系化 對地方派系給他重誠 這個派系偷偷在這一次的馬宋之爭裡面 有沒有中立 如果他中立任令下面的小派系啊 去各自優州市的話 這是民調國民黨撤不出來了 好 回到國民黨我知道 國民黨現在已經假設了 王牌最害我打算 棄保牌打到底 但是從剛剛民調顯示啊 從兩岸公投看出來了 棄保牌就是說棄送保馬在都會是有效的 但跨出都會越往南走越無效 我意思是說 既然是虛擬議題 五五比四五的基本盤不會變 但是怎麼解決送 我覺得國民黨不好的問題來看待 我沒有誇到送的重要性 但這個因素只要存在 腫瘤變惡化或消失 都會影響國民黨的基本盤 我要強調這一點 給他照什麼 照光是吧 給他照那個 要不然就是腫瘤怎麼消失 要不然就是化療嘛 要不然就是給他照 不過陳振宋是說宋主席會當選 那胡仲信呢 胡仲信兄這邊又說要解決 那宋已經講過了 我只要超過門口我就參選到底 你現在怎麼解決呢 11月25號以前 都可以解決 我絕對馬宋來說都還是有同的 哇 馬宋 馬宋必須相會 如果不相會就一戰嘛 馬宋必一戰嘛 就這樣子嘛 相會就能解決嗎 你怎麼能解決問題嘛 能解決嗎 讓我插準一下 我既不同意陳振宋的講法 我跟宋信兄也不一樣 我覺得國民黨對宋先生的處理 到目前為止非常好 這個叫什麼 繼續給他吃湖南菜 冷處理嘛 就 湖南菜是冷的 冷處理 冷處理 讓他在風中自然凋零 哎呦 他沒有凋零啊 會凋零 你等著看來 那個胡仲信兄 他每次都說要處理宋處理 那怎麼處理呢 你現在還能處理嗎 太看得及他了啦 謝謝沈大老您的鞭策 但是我們會讓你失望 我們會讓你跌破眼鏡 好不好 我還是要貼近人民的感受來講 老人講 馬英九你太不了解人民的感受 人民對於公投經過2004年 經過2008年的 這樣的不斷的惡搞 人民對公投是很厭惡的 你根本不曉得人民對於你提出公投之後 那種加重的厭惡感 這點你忽略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會提出用公投來處理 未來兩院要締結和平協議的這種方法 更凸顯了你馬英九的無能 老人說今天所有的國會四分之三掌握在你手上 如果你不是無能 你幹嘛要直接訴諸於公投 可見你是個無能 來 既然是無能 我要回到我們邵光兄 當年選台北市長 明明曉得黃大洲是無能 你偏偏就是要挺黃大洲 挺到底到最後變成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馬英九 你的無能一再曝露在你過去的 633的跳砲之上 現在又提出那種 人民很厭惡的公投 老人講 無能的下台 那又會再度重臉 這就是我必須要講的 當年如果邵光兄 當選台北市長 老人講今天中華民國的歷史改寫了 絕對是這個樣子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你要回應 主持人要回應 主持人一定要回應 他把你比說宋楚瑜 第一個就是這是不同的 為什麼不同的 宋楚瑜這次的選 好不好 先秀一下我們回答 太精采了